這場選舉真的是社會 我們對於社會的一個考驗 那這考驗是什麼呢 就是說今天你一邊 你有這個華麗不死 講話不死 說話不算話的一群人 吵吵鬧鬧武漢肺炎 連在哪裡見面 跟誰見面 見面討論什麼 見面結局什麼 沒有一項可以達成共識了 這個的比較值 那比較什麼呢 比較我覺得這個LINE跟蕭 因為我其實必須還原一下 因為我陪著這個蕭美琴去主持 他的這個國際記者會 其實他講We are the best 你大家可以看到 是很有信心的一個闡述 但事實上他其實是信心帶著什麼 帶著很謙卑的態度 為什麼 因為他講完這句話 他其實很確實講的是說 We are the best 就是說我們這一組人選是最好的 但是同時我們面臨許多的考驗 包括民眾可能對於高房價 對於薪資問題 對於等等那些問題 確實這些一定是在的 而且是我們有責任要去解決的 所以這都消說的 而蕭我覺得他講到一句很重點 就是說大家好奇 那你回來台灣 你除了你的形象好 除了過去有這國際經驗之外 你還能注入這場選戰 什麼樣的新元素 就是他講得非常清楚 邏輯非常清楚 他說我們在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 其實要思考了 要參考了就是國際的案例 因為這個是國際普遍都有遇到的 包括青年就業問題 包括高房價的問題等等 普遍世界都有遇到 那有部分國家處理的很好 日本對於房價這幾年來是有所處理的 美國對於創新的工作也是有處理的等等等等 我們要如何參考這些經驗 把這帶懷 這就是蕭美琴的意思 我今天是一個國際化的人才 我過去在美國服務 甚至於之前也參與過很多對外事務 我未來有能力把這些所有都抓懷 所以今天我覺得這是一個願景的比較 一個願景比較什麼 民進黨在一邊是願意解決問題的 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你看到現在不像柯文哲一樣 有人說今天高房價 然後民進黨說這不存在 我們沒有要解決這不存在 沒有啊 每一次人家提到這問題 我們都說好 這是賴清德的一二三方案 這是我們要怎麼去處理 蕭美琴昨天回答外媒的問題 也說這我們要怎麼去處理 柯文哲就說不存在 你看他都三明治等等 但我們是謙卑 我們是認真以對 但是今天我覺得大家要對比是什麼 今天你看 今天藍白局已經破了對不對 那理論上藍白就是回到基本盤 事實上是這樣 那白的基本盤到現在沒有人抓得定 沒有人知道他基本盤是什麼 但是藍的基本盤 我覺得真的要令人擔憂 因為剛剛晃哥有提到 但其實還有一點 除了九二共識之外 除了這個所謂兵役 從十二個月調降到四個月 他還說要重啟服貌 這一點是很嚴重的一點 這個是你知道到現在國民黨 不敢說的百分之百 為什麼 因為國內社會會有反彈 因為這個影響的 不只是這個所謂地人關係 我們兩岸關係 台美等等影響 還有國內的就業市場 你今天在思考青年就業的時候 你又說我要重啟服貌 重啟服貌 真的會從中國來去奪走的工作 我說真的 就是剛剛畢業生 剛剛畢業生會拿的這些服務業的工作 這些被中國奪走之後 你覺得台湯年輕人還有什麼出路 所以我就說 今天大家要擔心的是未來 因為藍白河我覺得已經到一段落 未來國民黨 而我認為侯友到現在一定是接受 百分之百接受 你看兩個跡象 第一個 他的副手已經宣佈了 如果今天還在談判的話 趙超康會說 我願意當你副手嗎 不可能的嘛 一定是談判完接受 另外一個跡象是什麼 這已經公佈出來了 而且是中國時報公佈出來的 中國時報公佈出來說 這就是條件 那這就是條件 這就是像濫英的選民去宣誓說 柯文哲 對不起 侯友已經接受了這些條件 未來會去實施 所以AIT的關切電話 AIT我認為在這個節骨眼上 大概不會打電話 真的不會打 因為現在離選舉太近了 但你說美國人也好 國際夥伴也好 對台灣的信心 會不會因此減分 一定會的 百分之百會的 今天你台灣說 我今天要國防 我要站得住腳 今天我說我不靠人家 我要防得住自己 我要對自己的民主負責 但你同時你的最大在野黨說 我要把比例起 從12月降成4月 我覺得美方可不可以這樣切開看一下 執政黨歸執政黨 在野黨造的業歸在野黨 可不可以這樣看 我好希望 就是說我們台灣就是說 因為台灣執政者是民進黨 那我最後想跟大家分享 這是國際媒體的評論 我覺得真的是超好笑 因為好多國際媒體 當下打過 包括還有一位資深的記者 我不講是誰 我說郭台銘去尿尿尿 尿多久 因為他沒有回來 但是你看路透社怎麼報 他說台灣的在野黨 就是因為現在要這個所謂的登記 他的候選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的對話 implode implode是什麼 爆炸了 但是美國很微妙 implode是向內爆炸 explode是向外爆炸 所以他是向內爆炸 而且是向內爆炸 這是路透社的報導 但我最後講一句就是說 這我剛提的這幾點 這個比較仔細 國際媒體也看得見 你看日本時報怎麼報導 日本時報標題是 台灣的執政黨持續的往前走 但是我們的在野黨 針對彼此針對進行了 就是陷入了一個爭議 所以這個兩者之間 你就可以看到清楚的比較值 不是只有我在說 是國際媒體也看得到的 你有一句話 我覺得印象最深刻 最感人 最感人 六千個可為一切 取妻當取陳佩琪 有這句 真的嗎 有有有 好感人喔 你力耶 所以我覺得其實 很多人好奇就是說 為什麼這個侯友宜 為什麼朱立倫這樣 一直忍一忍再忍三忍四忍 一直忍 其實我們來講歷史故事 就是四行倉庫 盧郭橋說發了什麼 對日抗的第一槍 這個其實是假的 這不是真事 因為那是不小心擦槍走火 是抗命 但是松戶會戰是真的 可是松戶會戰打了之後 國民黨政府已經全部撤軍了 為什麼還要留一群人手 四行倉庫 四行倉庫沒有那麼重要 可是因為四行倉庫旁邊是租借 所以他不能丟炸彈 日本兵不能丟炸彈 然後四行倉庫也沒有八百人 其實才四百多個 用混的 八百個在那邊幹嘛 抵 拼死抵抗 讓全世界看 因為租借旁邊人都看到 國民都看到 就說你看我們拼了 我們拼了 我們忍 我們打到最後一步 所以四行倉庫 整個就是一場大秀 跟國民黨現在做的 這場大秀 你看我們忍了 忍了 無可忍跟他拼了 這只有這樣子 但是剛剛宜翔有 介紹一些正式的外媒 我比較喜歡看的是 社群媒體的外媒 外媒說 政黨合作 不談理念政策 只談分幾個官位 令人折舌 這很公道 對不對 這太可怕 太好笑了 外媒逼說 台灣民主大倒車 在野黨協商淪為 吵架石禁秀 這不是韓民主好不好 我們民進黨沒有這樣好不好 那他們好不好 然後外媒西說 開會現場竟然放置倒數計時器 是有定時炸彈嗎 我覺得真的是 我覺得做台灣人 一則一喜一則一憂 然後我們的網友更厲害 台灣網友說 柯是演給母姐會看的 猴是演給六趴黨看的 郭是演給北京看的 很公道 香港網友比較天真 他說 三家大人談事情 為什麼放任小孩吵架 甚至跟大人對罵 這是他們不了解的地方 最精采的中國網友說 看到三個傻 他其實是想傻逼 因為逼會逼掉 所以還是傻逼 所以看到三個傻逼 公開炒成這樣 我要是台灣人 我也會投給賴清德 你知道這條善微博熱搜 不顧活死 什麼你會支持台獨 那你不是會那個網管嗎 所以現在已經看不到了 可是我們同時間 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場鬧劇的時候 我們就看看賴清德跟賴清德在說什麼 賴清德說我們的主流民意 我們的國家方向 然後我們台灣不能亂 賴清德說他回來是為了什麼 回來是為了堅持我們的民主自由 我們要能夠自己做主 我們要維持台海的現狀 你看這兩個人在講什麼 然後你們那群人在講什麼 這高下立判 我覺得其實最後結論 選舉不難 投給正常人就好 因為你剛剛講到是蕭美琴 以翔我想要補充的是 那昨天國際記者會的場面 你們有沒有之前 就先沙盤推演估算過 中民要多大 椅子要擺幾張 那大概會有多少的媒體來 那最後的效果上面 跟你們預期中是超越還是怎麼樣 我們很大膽 我們一開始很大膽 因為我自己辦過 就是地方造勢活動 我們都知道椅子 其實不能放太多 為什麼 因為報場的感覺 會比你今天做不好對不對 但是我們想說 因為是國際記者會 我們還是要謹慎一點處理 所以就是覺得會來多少 就放多少 我們後來放有兩百多張椅子 真的 你可以去看場面 兩百多張 而且是台大國際會議中心的 很大的一個廳 那這廳全部包下來之後 我們把分兩邊 一邊是國內媒體 因為國內媒體說 他們很有興趣 好奇外媒會問什麼 好奇大使怎麼用英文來答覆 但另外一邊 我們做的就是國際媒體 所以總共來的國際媒體 大概有八十幾個人 來自十六個國家 來自大概有三十幾家 這個國際的媒體機構 所以大家對於 蕭大使的關注度是很高 但是我覺得很好笑 因為大家沒有想到 校會鬧這場鬧劇或喜劇出來 所以因此我還想說 好險他們不知道 因為知道的話 他們可能會覺得說 一個視頻發文的記者會 相對一個喜劇 他們可能會覺得喜劇比較有趣 因為這是媒體嘛 沒辦法嘛 你賺的是點閱率嘛 對不對 但是因為他們也不知道 校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其實來得很踴躍 那我覺得他們問的問題 都是很高知識水準 因為當時我們的設計 就是說我們會部分是 包括來自美國的媒體 英文媒體 部分可能是日本的媒體 部分是其他的媒體 我覺得他們問的 包括就是有兩岸 包括有藍白河 包括有國內的政治議題 等等等等 蕭大使四平八穩的 該回答就回答 而且是 就像你有沒有看過那種 我們過去就是看電視 有時候是雙屏 就是你按一個按鈕 它一下變英文 它這個切換 它按一個按鈕中文 語文能力很強 我覺得大使就這樣你知道嗎 它完全不用想 你按一個按鈕呢 我跟你講 因為我看到那個日本媒體 不是有發問嗎 可是日本媒體 他們其實有一個習慣 就是他到住在國 他就會用當地的語言來表達 他假設 他今天是用日文問 我覺得搞不好 蕭大使 他是可能會用日文來回答 美琴的日文還不錯 柯仲美必須說 因為英文對日本記者 比較困難 中文對他們來說比較簡單 所以他們確實是問中文 也事先跟我們說 他們應該都是會 日本媒體都會以中文提問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上 就是大使的優勢 但是我覺得今天 就是還剩 其實剩不到六七個比法 真的不多了 對不對 真的能選舉 你說一月初之前 該跑就要跑完了 包括還有這個辯論會 還有什麼東西 所以大使現在對他的 大家對他的時間要求 是很高很高的 全國都希望他去服選 因為只要他服選了 海報發出去之後 地方的那種選民 支持者就換護身不斷 我去的時候 還是不要馬上 我去到中文 呃 失敗你 我們